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方什么无线无虎将啊 什么双子星座啊 那么但凡这种归类呢 必然意味着这些艺人呢 起码能耐是差不多的 七头并进的 可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过香港娱乐圈出了四大天王 这四大天王干嘛的呢 是唱歌的 可是这四大天王的实力极为不平均 你比方说刘德华 黎明 郭富城 他们这三个人的唱功啊 让那个天王一比 一下就给比进去了 把这三人一下子打成了偶像派 而剩下那么一个实力派 那个人是谁呢 就是大鼻子 张学友 对了 停 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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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誉为华人乐法的歌神 他是却就销量最高的华人乐手 他的情歌打动过无数人的心 他就是张学友 究竟是什么魅力让他成为人们心中的歌神 应该说张学友的出道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时代 这个在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多次给大家介绍过 就是八十年代末的时候香港的流行乐坛出现了一个过早的急流勇退的现象 就本来这个谭友林张国荣争得不亦乐乎的 和两个人都很谦让 这个宣布我不再评讲了 那个宣布我要退出歌坛 这两个超级大半 在这个他的职业生涯正处于有生命力的状态情况下 两个人纷纷谦让 那就给后辈一个难得的超越和上位的机会 而这个时候张学友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当然我们说张学友当时的唱功也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 当时香港的很多乐评人都认为 张学友早不出来晚也能出来 是绝对的一个实力派 那么在九三年的时候 张学友凭借着一首歌曲 火遍了华语地区 甚至是国外 戴歌曲大家都熟悉 吻别 前尊我是曾云烟 潇散在彼此眼前 就连说过了再见 也看不见你有些爱怨 给我的一切 你不过是在敷衍 吻别这个歌很流行 你现在你到这个卡拉OK听 你看那个最被经常点击的那个排行榜里头 都有这吻别 所以为什么管张学友叫歌神 主要指他的唱功 那在四大天王里咱们说实在 你要说谁长得帅怎么也轮不到张学友 你要说谁歌唱得好怎么也轮不到那嗓 张学友理所应当地排到这里的第一位 而且这个吻别还创造一个很有意思的奇迹 一般说华语乐坛这个歌 你想在欧美国家流行是很难的 可是张学友这个吻别呢 有一度在美国呀 这唱片卖的特别好 就这吻别特别对美国人的吻 有那么一证呢 他在美国一个唱片的销售排行榜上 排第二 排第一谁呢 麦克尔杰克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看出吻别的价值来 咱们肯定有不少朋友听吻别 不光听过中文版的 你还听过英文版的吗 那个英文版就是先有中文版 后有英文版 就觉得你最好 人家才把它翻译过来 才找一个高手来给唱一下 所以你从这角度看吻别 这是创造了华语乐坛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像这样的歌在卡拉OK 应该说张学友留下的情歌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看张学友作为一代歌神 他的出道我前面说了 虽然抓住一个好机会 但不是一帆风顺 其实张学友你从年纪上看 他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他就已经踏入这娱乐圈了 1984年的时候 张学友就出了自己的一个唱片 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很多人都觉得张学友有潜力 但是他也没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张学友干的是什么事 我这边出唱片 唱歌 我那边也得演战影 艺人嘛 香港好多艺人 你发现都是综合发展的 那个时候张学友 身边有个女朋友 现在是他太太 叫罗美威 在当时也是个挺红的演员 那么张学友一开始 这边演电影 那边是唱歌 两头都有收获 因为他确实有这个实力 所以他本身是个苦出神 挣两圈之后 这就有点发烧 这个人就有点飘飘然 这一飘飘然 开始酗酒啊 晚上逛夜店呢 这个事业就开始走夏坡路 就刚起步的时候 就往夏坡路走 这时候他这个女朋友 罗美威 咱的朋友 这是好人 咱们看很多说 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站着一个 默默付出的女人 这是有道理的 罗美威当时照理说 也红着呢 自己男朋友 实际上我完全可以 离你而去 我另谋高枕 但罗美威没这么说 而是呢 天天开导张学友 还给他找机会 希望他能振作起来 把自己事业 再往上走一走 结果张学友 正是在自己女朋友 这种帮助之下 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 一点点 又回到真轨上了 那么可以说 对女朋友 这种感激之情 张学友后来有一个歌 写的很经典 叫一路上有你 你相信吗 这一生遇见你 是上辈子我牵你地 这首歌呢 也很巧 这个一路上有你呢 这个碟同步呢 还出了一个乐语版 乐语版叫 分手总要在雨天 这两个曲是一个曲 词不一样 这个分手总要在雨天 最后获得了金唱片奖 然后得了这个 金唱片奖的时候 张学友被娱乐圈 成为歌神 所以你看这个歌神 在他成长道路当中 还真就是离不开 罗门薇这样一个弦内度 那么在罗门薇帮助之下呢 张学友从1993年开始 真正的大火特 进入到他的这个 音乐生涯当中的黄金时期 那么这个时候 张学友歌的质量非常稳定 而且有一些歌 传唱的范围比过去大多了 你比方说 咱们很熟悉那个 我等到花也谢了 哎 那个歌用处非常广 我们这打半价 打一张牌 下家在那左 吃啊还是碰啊 半天也不出牌 上下班就说 你快点 我等到花也谢了 还得唱两句 我就让这 今天我们说 这种爱情没有结果 我也知道你永远的不能够爱我 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事想一想我 你这一情进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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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点 我睡不着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陪着我 我难过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安慰我 我想说话的时候 会不会有人了解我 我忘不了你的时候 你会不会来疼我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等到话也显扬 这歌都成了一度大陆地区的流行语 那么当时他这些歌的稳定质量 是张学友稳步的在四大天王里独占凹头 就你比方说在歌这方面 张学友确实比其他那些人 整体的水准来看都高一块 那么张学友呢 在他的这个音乐生涯达到巅峰的时候呢 他没有忘了罗美威 96年的时候 两人结束爱情马拉松长跑 走到一块结婚了 那么一般来说这个艺人结婚呢 有时候很低调 你看成龙跟林凤娇 你再看那个刘德华 和那位姓朱的太太 瞒了多少年才公布 可张学友没这么干 高调结婚 大白燕燕 有个人大论说这不对啊 这个艺人 你把这个东西公布了 那不让你的粉丝失望吗 有琢磨你的 有爱你的 有狂热崇拜你的 你看怎么你结婚了 起码另一半 异性的这个歌迷 就会对你的关注度差多了 那么说张学友 为什么不在乎这个呢 哎 这就是咱们要说四大天王啊 各有不同 这个张学友跟那三位绝对不一样 为什么呢 这就是偶像派跟实力派的产品 偶像派是干嘛的 偶像 外表这个形象非常重要 那么 对偶像我们什么态度呢 高高在上 离我有一定距离 距离产生美 这个美来自哪呢 来自想象 崇拜刘德华说 哎呀我要跟他结婚都有多好 但张学友为什么用不着呢 实力派 实力派有一点不好 往往意味着长得难看 我记得我自己出道 一出道开始到现在 大家叫我实力派的 现在让我感觉到 原来我是偶像派的 我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当偶像派的 就是这个实力派的人他有个特点 我不在乎你别人对我这个人怎么评价 你得看我的能耐 你想喜欢张学友的都是爱听他哥的 要真论的模样 你说他是能跟刘德华比呀 还是跟黎明郭不成比呀 你就是爱听我哥 我结婚了你也爱听 我没结婚你也爱听 所以实力派不受这个影响 而且张学友大了方方结婚 还当了爸爸 反而在歌迷当中呢 增添了非常好的影响 很多人一看这张学友不错 还要不错 这是个好丈夫 这是个好父亲 一个负责任的人 那所以我 我觉得我写了一首歌给我女儿 然后不写一首歌给我老婆的话 这是个很大很大的错误 我可能每天晚上都要听我老婆 所以后来想来想去 不是办法 还是马上写一首歌给我老婆好 后来写一首歌 我觉得写了比我女儿一首歌好一点点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女儿还不会跟我老婆比较 所以她不会吃醋 然后我老婆会 所以我一定要好一点点 呃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 这首歌叫 蔣李芝 好 侍你 Queen 所以我来igkeiten 有 做 鱼 没有 没有 雷 我爱别是我 有一 中文字幕——Y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看偶像派跟实力派最大的差别 所以我倒觉得最美好的事是你年轻的时候做个偶像派 到苏尔大了做实力派 几边便宜你都占了这段 所以张学柔结了婚之后 他的歌曲的质量越来越稳定 而且结了婚之后你发现 这个解除了后护之忧 生活的问题很稳定了 他事业上了个高峰 在他结婚前后 他在世界各地开了100场巡回演唱会 场场爆版 质量非常高 到99年的时候 一年他干了67场 你算张学柔这种力量 而且他这个演唱会有个特点 首先一个是 咱们看不少的歌星演唱会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朋友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过去支持我过的老师 上了一位唱两首 再上一位唱两首 你算算 这些人家一块比这个主角唱的还多 而张学柔不是 张学柔演唱会有个特点 嘉宾极少 有时候他都不行 我的演唱会 我地盘我做主 你就看我一个人 而且张学柔还有一个特点 他不用拖着屎之鱼 他给的多 什么叫给的多 一般演唱会多长时间 大约就两个半小时左右 这个时间长了 一个是这个歌星受不了 你看演唱会 有的人跟白米赛跑 是这头跑那头 那头跑这头 他费体力 再一个呢 你这个体育场馆 和体育场所 开演唱会的地方 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你到点不散 人家工作人员也走不了 你到点不散 这个灯啊 各个方面都有费用 而你前面厂租已经固定付了 所以说到点不散 那对不起 违约 我要罚你 可张学柔呢 不在乎这罚管 他说我既然 开着演唱会 这么些歌迷来捧我 一张票 有的上签 我得对得起你们大伙 想多听吗 好 两个半小时 我唱的三小时 甚至三个小时多 我多给你半个小时以上 所以这个精神啊 是很值得大家 而且张学柔呢 他真是不听歌迷考虑 你不懂他曾经有一首歌 叫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这歌独特在哪呢 它的歌词内容 很简单 就讲一个歌迷啊 喜欢一个歌星 十来岁的时候就听他的 听他演唱会 到二多岁一来听 三多岁一来听 到现在四十了 那么我们想 一个好的音乐作品 都是你在不同的 年连段听 你的感受不一样 他这个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就是张学柔跟歌迷 近距离交流 你对我的歌感觉怎么样 这些年来 你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生活当中 有什么样的不如意 我的歌声是否 在一直伴随你成长 这些很简单的互动交流 所以说这是做到了 一个歌星 跟自己的受众之间 心与心的交流 那他在歌曲上 下到这种功夫 唱功达到这样高度 他就获得了 更广泛的赞誉 2001年的时候呢 香港搞了一个 特别颁奖 这个除了颁布 当年的十大中文金区以外呢 还颁了一个金针奖 什么叫金针奖呢 其实就等于 我们常说的 终身成就奖 这个奖 他可不是年年都有 这个终身成就奖 要是年年都有 那就不值钱了 他只是不定期的 感觉攒够了 到一个时段 谁谁 他的成就够了 咱们这奖给他 他不是每年都有 所以这个奖呢 对于香港很多 乐坛的顶级大腕来说呢 是对自己 这个演艺生涯 一种肯定 2001年的 这个金针奖 就颁给了张学友 得了这个奖之后呢 张学友就琢磨了 说我到现在 干了这些年 演唱会也做了无数 钱也挣差不多了 接下来的事情 张学友就是 我不要再追求 什么钱不钱的 我要把我在音乐界的能量 尽可能的发挥 所以他在音乐界呢 开始了多项拓展 你比方说2005年的时候呢 张学友呢 和金城武周迅 合演了一部音乐电影 叫《如拐》 如果这就是爱 在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 就算受伤 就算留恋 都是生命令温柔万感 爱 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 和我心 如果等累 还有数不尽 黑夜等待 张学友 凭借这部《如果爱》 拿到了金像奖的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那么 除了这部《如果爱》之外 这些年 他还尝试了 哪些新的领域 广告上 老梁故事会 为您继续讲 听见这部《如果爱》 拿到了金像奖的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那么 除了这部《如果爱》之外 这些年 他还尝试了 哪些新的领域 那么不仅仅是说 他在电影上 其实在表演上 张学友我们看过 他不少片子 当然他也拍了一些烂片 拍了一些搞笑的 但其中有一些舞台剧 应该说张学友是很成功的 在97年的时候 张学友就曾经参与过音乐剧 《雪狼湖》的演出 后来2005年的张学友 把它改编成国语版 以前是粤语版 也有英文版 在这个大陆上演 结果开始定限 是巡演30场 后来这个呼声太高了 硬硬的加到53场 多出了23场 所以这是张学友在多个领域 不停的探索 得到的丰硕成果 那么今天我们再回顾一下 张学友的这个乐团生涯 你会发现 他的歌迷非常多 有不少人听着他的歌 谈恋爱了 听着他的歌失恋了 听着他的歌 成家 结婚 生子 所以说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也想把张学友的一首歌 献给那些 在他的音乐世界里 伴随他一起成长的歌迷 这是一首真正属于张学友的歌 名字叫《祝福》 我会说 我会痛 当我唱起这首歌 远行中 有着笑容 陪你懂 每个春夏就 懂 一首 让我欢喜 让我悠 让我们认识了他 他的花心 传遍大鸡小巷 哄遍大江南北 在九十年代 一群空气的周华健 被称作金王杀手 他的经典歌曲 被传唱至今 立刻 周华健在历史年代 如此受欢迎 他快去人口的经典歌曲 也有哪些背后故事 明天老梁故事会 将为你讲述 天王杀手 周华健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时候 他能将入车 冠军赞助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